大家好 今期視頻我們來到這個廣東省台山市白沙鎮的西村館區 這裡是西村的一支文角塔 這支文角塔是一支文筆的 下面我們來走一走西村的村落 今天路過白沙鎮的高隆村 這裡有一支文角塔 一共有123456層這麼高的文角塔 十分之範圍的一座文角塔 是在白沙鎮的高隆村附近 我剛才在這裡開車過來 看到這個高隆村的村口 有個龍頭很高的菜 這條村十分有氣勢 是從這個山發墨一直下來 難怪它叫高隆村 這條龍脈這樣衝下來他們的村這裡 那這裡就是高隆村這裡的一個叫做文角的一支塔 原來這個文角塔 是這條白沙鎮的西村的一支文筆 那這個文角塔 曾經是天甲颱風 毀毀了後期重修過的 原來是用槍磚來做的 後期大家這些海外鄉親華 而且又捐款回來修正過一次 成了現在這支這麼有特色的文角塔 那現在我又回到這個高隆村了 那這裡就看到這個高隆村的村口 就有一個很大的龍頭 涵著一顆豬 那這裡就是這個高隆村的村口 那裡面這裡就是這個高隆村 那邊可以看到這個高隆村 就在這個很高的這個山的山腳下面 那一看這個地方風水就十分之好 一條山脈這樣分開兩邊 這條村就建在這個山坡這裡 風水十分之好的一條村落 那那個文昌塔 文角塔就是這個村的那一邊 那這裡就見不到 那就跟這些村民的口中就知道 這個文角塔就是這條村他們說風水 是他們出這個博士的風水寶跌 就是這個文角塔有關 那這支文不厲害 就出了四十幾位博士 那現在我從這個大兩村的村口這裡走進來 就看到這裡有一間洋樓 是中西結合的洋樓 下面兩層呢 它是這個窗磚結構的中式的窗磚大屋 上面就是一個這個 巴洛克風格的山花牆 那旁邊這裡有一間新式的這個三層的洋樓 相得一張 這樣見下去就有古又有新 那我們現在再走過來這一邊呢 就進去這個博士村 就這個大兩村 來探一探他們這條博士村 那根據這裡附近的村民介紹 他們這條村的風水就非常之好 所以就出了四十幾位的這個博士 還有十幾位這個石士 那現在呢就走到這個村口 就見到一棵這個榕樹 非常之茂盛 那現在我們就走過來這條村 這個阿姨就跟我說 這裡就是他們這條的博士村 我們現在進來這裡探一探這條博士村 那現在進來我就見到到處都是這些雕樓 以前這些西式的洋樓 那村口這裡就是一個時限 那這個就是這個台山白色鄉鎮裡面的一個時限 那這個時限這裡就有一個水井 這個飯馬椅 這個山白色鄉鎮 這個水井是古老士的水井 這些石精 這個山白色鄉鎮 那在那裡在廚房裡 這個叫做這等野餐 還說中野餐是波士村 好驚到 是不是出了很多波士村 他的村 下半到藍藍藍藍藍 那时我看到他们说要有一个小鱼 像小鱼 是熟小鱼 是小鱼 小鱼 如果和鱼 有些小鱼 我才贴得很矮 我不会太矮 所以我贴得很矮 基本上 你会用得很矮 好 小鱼 你会用得很矮 哦 这有很多人 就是 是用的字 是呀是呀是呀 他使用的字 原來是喊的 原來是這樣 原來是這樣的 經過這個阿姨 可能是用的字 都會喊出國 經過這些阿姨的介紹 原來這些博士 他們都已經是出國了 那這些羊樓 就是他們留在這個 大兩村這裡的 遺診 但已經沒有人居住了 現在 我們再走一走 這條博士村入邊 那這裏大兩村 就經過阿姨的介紹 我們隔離這邊 這條叫小巷村 在這間黃色 橙色屋這裡為街 這邊是大兩村 那這邊呢 就是大兩村的村屋 聽阿姨的介紹 原來這條村 還有三百多的人 的常識人口 在這裏住 那這裏呢 就是這個大兩村的 風水塘這裏 肥脆 肥脆 哈哈哈哈 那在這個大兩村的中間 這裏呢 就看到一間 這個中西合璧的 羊樓 它就不是石屎雕樓 是用這個窗磚做的羊樓 上面呢 就有一層是一個 觀景台 三樓 這裏有一個觀景台 那這個呢 就是這個羊樓的外觀 就是兩層半的 那一樓呢 就是四個窗 然後二樓呢 就兩個圓的拱窗 就一直都是用這些 石膏打下來的 一個石膏線條 中間這裏呢 就有一個二樓 就有一個養檯 對出來呢 就是四條 羅馬 大圓柱 一直通上這個 三樓的樓 這個樓仔 這個樓頂 這個 遼望台這裏 那這裏呢 這條大兩村的 唐基 這裏呢 就很多間 這些這樣的 中西結合的洋樓 那這裏有 兩座呢 都是三層高的洋樓 那現在我們走過來 看看這兩座洋樓 那我可以見到 他門口呢 就有四個大字的 就叫做 雨衡尖奶 就是 一個 開正門的洋樓 這一間 那它上面 那個山場那裏 應該呢 還是有些字的 但是呢 就被 毀壞了 就看不到 有其他的字 那這些窗磚舊 就是我們這些 博士 已經是 旅居了 去這個 移民了 去這個 美國外面的 但是這裏呢 就已經是 空置了 沒有人居置了 現在 那這一邊呢 這一間呢 門口 那裏過著一些 浪著一些衣服 在這裏 這一間呢 就叫做 原來它這個字叫做 奶 尖行 雨 是從左邊開始讀過來的 就叫做 奶 尖行 乳 是這間樓的 排鴉 扁鴉 那 在這個二樓 這個 陽台這裏 就有一個好味 雕刻得十分之精緻的 山花 那這一邊這一間呢 就叫做 兩南春滿 兩南春滿樓 它都是開正門的 就跟這個 奶尖行雨樓呢 可能是一個兄弟樓來的 兩棟樓都是很相似 幾乎是一樣的結構 這個兩南春滿樓呢 這個門口這棟木門 都是原先那些古老的那些木門 就現在有村民呢 就放了兩張柴在一個門口呢 就顯得呢 不要那麼顯眼 那它的二樓的門 這個走廊這裏呢 門口這裏呢 都是有一個 山花 那上面呢 我就看到它的 山場呢 是寫著有兩個字 叫做 雪方樓 應該就是這個 紀念這個 雪方的一棟樓 叫做 雪方樓 應該是 兩南春滿樓 那現在走過來這裏呢 就有一棟 又是中西結合的這個洋樓 那它這棟呢 就跟這 先前這兩棟不一樣 那這棟呢 那這棟呢 就是 非常之有特色的 這樣一個下面一個 三角形的 山場 然後上到來有一個 兩個拱形 三樓 一個大拱形的 洋樓 那這條大兩村呢 這些洋樓呢 就非常之多 那現在我們走過來 都已經看到有四間了 那我們 再慢慢一一 這樣來看 他們這些 村落的 文化 為什麼他們這條村 出這麼多博士呢 是跟他們這個 教育肯定有很大的關係 這一間呢 就叫做洞樓 就比這一間呢 就應該是 八九十年代那時候 建的這一間 洞樓呢 就是用石米 做外牆 外觀的 都是十分之 精美的一棟樓 那它的三花上面 都是用這些 琉璃雅 來黏成的一個山牆 就叫做洞樓 那我現在拍的這裡呢 就是這個 大兩里 大兩村的 祠堂 這個位置 那這裡呢 就是他們村的 另外一頭 那他們村 現在呢 就利用這個大兩里 這裡呢 就是做一個老人堂 就是現在的 老人家娛樂 打牌的地方 就是這裡 那這個大兩里呢 就是我們 台山裡面 眾多這些鄉鎮裡面 都是一樣的 喜慶 辦酒席 都是在這個大兩里 這些祠堂附近 這裡做的 那這裡呢 就是這個大兩村的 另外一邊的村 那還看到全面 有一座這個樓呢 就叫做 潮後爐 就是於1999年 建設的 一座 這個洋樓 那我們一會呢 就會走一走這條 大兩里 入邊的村 的行 那現在呢 因為疫情 台山很嚴峻 那些村民呢 就比較排斥 我們這些外地人 過來這些村 所以我們盡量呢 就不在這些村落 逗留的時間 就不要那麼長 那現在我走到這個博士村的後面呢 看到呢 這裡有一間很特別的建築物 那應該我估計是 他們這裡附近的學校來的 那現在應該就已經是 遺棄了那一間 舊市的學校了 那這裡 那這裡呢 我就拍一拍這個博士村的後山這一邊呢 就 這個環境非常之 好的 空氣非常之清新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今次在這個博士村的攝影呢 做到這裡結束了 那在這個博士村的旁邊 這裡還有一條小小的村落 叫做 這條 醬塘壁 這條 蔬塘壁 這裏呢 也和這些 大兩村 這些大兩村 這些村是 是靠近的 而這條 那一條 蔬塘壁呢 這裏門前呢 都是有一個 小小的 愚堂的 我們順便呢 就 也都過來這個 蔬塘壁 這裡走一走 他們這條蔬塘壁的村落 那 從這個白沙鎮 來到這個地方都不是很遠 駕車來的大概十多分鐘就可以走到這裡 這裡附近很多這些小小的魚塘 應該每一個魚塘就是一條小小的村落 這裡就是這個井唐里的村落 前面這裡就是一個高鐵經過的高鐵路 現在我走過來這個叫做石井的這條村落 又是連著這個井唐村 走過少少就到這個石井村 經過這個叔叔的介紹 我才知道原來這裡就叫做石井村 這一邊就叫做石井村 他們都是屬於我們這個白沙鎮的西村管區 這一邊都是屬於石井村的村屋 這裡附近的村落非常密密麻麻 跟這些小小的魚塘就可以看到 在台山這裡特色的鄉鎮 都是基本每一條村一個魚塘 每個魚塘都分開來 基本上都可以知道它不是同一條村的 我們再走一走這個石井村這裡 看一下這個石井村的村屋 這些石井村還沒有剛才那個 獎行和博士村他們這麼多這些 雕樓 這裡的村屋基本上都應該是 七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那時候整的一些 還有這些新整的這些屋都是這些村民 在這個現在新時代建的屋 這些洗石買的應該就是八九十年代的屋 那再走一下這個石井村的村屋 這些窗村舊就應該是一些 舊時的華僑的老屋 這些就起碼有好幾十年了 那後面這些就是這些比較新的村屋 那這次我們在這個西村這個管區這裡的 拍攝就到這裡結束了 我們下期再見 現在我就來到這個西村的路口這裡 那這裡就有一個人民英雄紀念碑 那就是紀念這個白沙鎮的西村的這些 抗日的英雄 那我們進去參觀一下這個人民英雄紀念碑 這個烈士陵園 那這個陵園呢 旁邊呢就有一棟這個屯房樓 就應該是屬於舊時的這種耕樓 那這個屯房樓呢就是以我們台山這邊 旁邊秦統的這些雕樓的特色建造的一座屯房樓 那就寫著是西村屯房就相當於是一座庚樓 那我們看到這裡就有些這些烈士英雄的紀念碑 那這些烈士英雄呢我看到大多數都是姓王的 因為我們這個白沙鎮是王和馬兩大聖士的聚居的地方 那這些英雄曾經抗擊日寇 是值得我們去懷念去紀念的這些英雄兒女 那我就再看一下他這個紀念碑這個牌坊的記載 那這個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碑文呢就是寫著1939年6月 中共西村黨支部在抗日風火中登山 從此呢西村的人民就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 進行了可歌可抑的革命鬥爭 使這個西村就成為台山革命根據地 1941年9月24、25日西村抗日自衛隊 以我黨領導的大四中隊簡稱四中為主力 兩次擊退日寇的進化 以後四中的骨棍 吩咐東江、珠光、新匯、高明、學山及本縣等游擊區堅持鬥爭 從抗日戰爭時期至今呢西村就有18位英雄兒女 為這個革命欠足了寶貴的生命 他們的一個個生的偉大死的光榮 將永遠活在人民的心中 那麼我們這個西村就有18位這個英雄兒女 為這個抗日戰爭呢付出了他們寶貴的生命 那麼這18位英雄兒女呢 他們都被列上了這個紀念碑 被我們這個人民 長屍 那麼從這個紀念碑上面我可以看到 這裡大多數的烈士都是姓王的 還有有幾個是這些女烈士 有姓沙漠王的王 除了這個姓沙漠王的王之外 全部都是姓王的烈士 真是可歌可歌 很可怕